大家好,这次我想分享一下自己在马来西亚第一站吉隆坡的一些旅行的感受 这可能跟小红书上的一些典型功率也不太一样 出镜方面,出镜的话,这次出镜比上一次要顺利多了 上次是从昆明出镜到老窝,是被拉到小黑屋查过各种东西的 这次没有,这次出镜总体来说就问了一个问题 只问了一个问题,就是第三方的或者说返程机票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在我排队去直击的时候突然想到的 就是买了两周之后去清卖的一个机票 就算顺利过关了 至于入镜方面,我们要走快捷通道,走的是人工 有些人在小红书上质疑,说为什么你不去走快捷通道呢 主要是因为人工其实也花不了多长时间 这点的话用一点马猴炮的话说,我这次入镜的时候 其实就发现我自己走快捷通道真的不比旁边的人工通道要快多少 只要人不多的情况下,其实真不快多少 所以我这次因为走的是人工,我是有一个入镜章的 这点在小红书上也有人问过,说如果没有入镜章的话 可不可以,问题不大,肯定问题不大 好,就是这点 说此之外,就没有被问过其他的问题,比如说酒店信息之类的事情 下来之后就马上办了一张卡,其实这张卡可能办的时间稍微长了 就是我其实在马来西亚只待两周,但是我好像办了一个月 当然办了一张一个月的卡,就可以比较放心大胆的用流量吧 好,这是关于输入镜的问题,下来看看酒店 不过我得先吐槽一下通勤方面的事情 从机场到市区其实还不够人情话 至少我在到达之后是有点懵圈了 问了一下工作人员有没有Shuttlebus,也就是接拨车 他说是有的,但实际上这个接拨车只是从KDL1到KDL2 也就是一号航站楼,一号航站楼到二号航站楼 到二号航站楼的话就可以接到城里面的所谓快铁 但实际上晚上他也收班了 我到了KDL2,也就是二号航站楼的时候 我也仍然是一脸懵圈的状态 我转了好几圈我才发现,其实他晚上是不开的 而我那个时候是差不多凌晨三点钟 他要开第一趟的话是在凌晨五点钟 我在那儿差不多等了两个小时 在这期间还去买了点东西 是吧,吃点东西之类的 直到我在五点来钟的时候坐上几乎是第一趟快铁 到达KF Central的时候 那我到酒店已经是差不多早上的七点钟了 而这个酒店就位于这个地铁站叫KERINCHI这个地铁站的旁边 叫做历经皇家酒店 四星级240块钱人民币 一晚上大概是这样 而我在入住的时候 当时仙台也说 你来的可真是够晚够晚的了 好的,那就先说到这么多 好,好,好,好 好,好 好,好,好,好